结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并不意味着新冠疫情的结束 也并不意味着疫情危害就彻底没有了 接下来还要继续坚持必须的防空措施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 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开展新冠病毒的变异情况 和疫情发生发展情况的坚持 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网络 加强坚持能力 合理布局坚持少点 做好预警和风险的研判工作 二是继续加强对高位人群和重点人群的疫苗接种 新冠疫苗对防重症防死亡 乃至更有效的防控疫情的传播 都是有价值的 需要予以坚持 三是继续强化临床管理和救治能力 特别是对重症的救治能力 四是不断把强弱下 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强化基层能力建设 五是加强医务人员的技能培训 和相关的物质储备等等 五是加强继续教育和风险沟通 公众应继续保持好良好的卫生习惯 保持良好的心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